奉主耶穌盛明 跟大家一起再来学习圣经的道理 我们今天下午 其实要继续我们今天读经的进度 《创世纪十六章》的道理跟大家来查考 我们今天下午的题目 小弟把他定做 神听见 神也看见 我们先来看一节经节 我们来进入 请读西伯来书第十章 西伯来书第十章 请读第三十六节到三十九节 西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六节到三十九节 这里特别提到说我们要忍耐 要行完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神所应许的 所以这里提到忍耐 特别是对神所应许的 这是必要的 如果没有忍耐绝对得不到 而且还要确定我们是遵行了神的旨意 三十七节特别跟我们提醒说 还有一点点的时候 那要来了就来了 并不迟言的 所以一点点的时候而已 忍耐的功夫就在这里 会想说还有一点点的时候而已 再忍耐一下就过去了 他特别强调说义人一定因信得生 信心表示说他相信主的应许 相信在耶稣里面得永生 义人表示说我们会一直行出神所要求的 会做出对的事情 那义人如果退后主心里就不喜欢了 所以现在义人一直要往前进 不可以退后的 我们现在在跟从主这条路 是单向的 一直往前的 我们不能够往后退 不能够向后转说平安再见 不跟了 要一直往前跟着他一直走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退后的结局是什么 沉沦 所以如果信心软弱一直往往后退步一定最后是败坏 但是如果一直往前往前进呢 最后一定是灵魂得救 所以这条路最后会引我们进永生 这是主耶稣应许的 尽头就是永生 这条信仰旅程忍耐的功夫非常关键 也要明白神的旨意在哪里 我们绝对不能够替神去找替代方法 那有关于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查明 那要相信主祂的说个话绝对不落空的 我们再看哈巴谷书第二章 旧约圣经小先知书里哈巴谷书第二章 我们之前也读过 哈巴谷书是在纳洪书的后面 尼加书纳洪书的后面就是哈巴谷书 第二章 从第一节读 第二节 第三 这里特别提到哈巴谷 其实他问了神很多问题 他也不了解神当初的安排是什么 那他说他要观看 我要站在守望手 看神到底跟我说什么话 那神真的跟他讲了 你要把这个末识把它写下来 让要写得很清楚 让人很容易读 第三节说 这个末识有一定的日期 快要应验绝并不虚晃 有一定的日期是神定的 他说虽然迟延还要等候 表示说有时候我们会替神定时间 但是神他的时间绝对的 他不会因为我们人的期待就改变 神的时间是最好的 而且他说一定必然临到不再迟延的 所以这个就在说明神他绝对的主权 他所定的旨意一定会实现 我们今天在信仰上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子的 大的方向主耶稣基督要再来这件事情一定会实现 一定有一天会来 只是我们不知道会碰到而已 也许主耶稣还没有来我们就先走了 那其实也不错 因为当主再来之前一定会有天翻地步的大灾变的 因为圣经我们读过几世录 我们知道即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我们就等着一定会发生这个事 但是我们不能够只是等我们要准备 如果主他再来的时候我们来活着 我们今天在座的年纪轻的比较有可能 因为如果按了我们的时间来看 活比较久 机会比较大 但是我们知道以后的世代越难守道理 如果我们没办法把道理守到最后 我们如果是成为后退会沉沦的人 那如果主再来那我们就糟糕了 真的那时候恐惧战经圣经说 真的是恐惧战经等候即将要来的刑罚而已 可是如果反过来我们能够准备好 而且很坚定的迎接主的再来 那就不经过肉体死亡这个过程了 就直接变化升天了 成为灵体像主耶稣从死体护活变化的灵体一样 那可以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 那时候就会看到说那些死掉的人活起来了 那是另外一种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 那是何等的一个神的恩典跟荣耀 不管我们活多久 反正我们知道圣经所预言的一定会实现 所以这里特别提到说必然临到我们还要等候 因为知道说神他绝对不在直言 也就是说日期定了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为什么说信仰是一个操练 信心神有时候考验我们 就是要让我们越来越有耐心去等候神的应许 考试其实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成长进步的啊 对考试也会让我们发现说我们哪里不足 我们还准备不做到 那考试如果考过之后就知道说 这个功课我学到了 亚伯拉罕信心的成长经过算许多的考试 那他曾经失败了 那他又被称作信心之父啊 所以我们今天看着这个亚伯拉罕信仰的过程 我们要从他身上得经验 才不会百受苦 我们一定不会重蹈覆辙 看回来创世纪十六章 当撒来跟他建议说 你就干脆娶我的这个 使你下甲 跟他同房 然后生孩子我就得到建立 这一个建立是他的妻子亲世说的 他在家人地住十年 他特别强调这个十年这个日期 表示说十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阶段啊 你看我们今年很多时候 几年几年十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纪念日 你看只要十倍的都很重要 大家都会纪念 我们现在教会快要二十年了 我们喜乐坡快要二十年了 2023年应该就是二十年了 那我们二十年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说那你来做什么 过去2017年的时候我们整个真教会一百年 我现在想说一百年了那应该要干什么 因为这是不是一个里程碑吗 十年就是一个好像一个mark这样 那亚伯拉罕他已经住十年了 十年你看如果那个小baby十年以后 哇就已经是小朋友跑来跑去读书很懂事了 我们现在在做的 现在如果十岁 十年以后就二十岁啊 十岁跟二十岁差很多的 二十岁他可能就在教会里面担任很多工作的 当然年纪大了如果五十跟六十也差很多 那如果七十跟八十也差很多 八十九十到一百岁那差更多了 我们就发现说每十年我们的身体 机能都在不一样都在变化 不管是长大还是衰败 我们在座长辈 有一定可以去想说十年前我是圣龙活五一个啊 十年前熬夜没关系啊 什么压力都承受得住啊 但是十年以后可能不一样啊 这说明说十年这个是一段光阴 十年这个岁会摧残人衰败 但是也同时也会让那个成长的年轻人变茁的 亚伯兰他进迦安地的时候75岁 他的妻子撒来少十岁说是65 一进去的时候神就说我要让你的子孙向海边的天上先那么多了 十年过去的什么动静都没有 所以这个时候撒来应该已经75岁 所以十年过去没动静你看要生孩子的一年一年机会越来越少 难怪撒来会紧张啊 他就提出一个替代方案啊 这个替代方案很有可能是他之前去埃及所带回来的礼物啊 如果从撒来的角度来看 他那时候一定想说你看神的安排这么奇妙 我下去埃及走一趟回来就有一个备胎 你看然后你知道也许就是这个时候就是早就神准备好的 我们知道他当时候下一集是没有求问神信心失落的结果 亚伯拉罕跟撒来其实是当时候实在是很没面子的 当亚伯拉罕跟撒来说你要说你是我的妹子不能够说你是我的妻子哦 那个撒来就说是很顺服啦 他听她丈夫的话 他都没有任何的那个怀疑啊 我们现在读这一段圣经 那个做姐妹的如果看到这个一定会很气的 对不对没有良心的 你你活了但是他这个他会被人家娶去啊 对所以亚伯拉罕就想他自己他都没有想到他的妻子打来 到底去的会安全吗 这样子好吗 所以老师说那时候他对婚姻哦 这个神所所定的这个婚姻 他不是真的不是说很珍惜说哇他这个妻子的安危 他没有想到他只有想到自己 其实夫妻是一体啊 圣经说是one flesh是一块肉嘛 那怎么可以把这块肉搁给别人呢 实在是没有真的没有良心啊 可是那个时候撒拉也很听话 他就说ok啊他就照丈夫所说的就是这样去做了 所以这里你看亚伯拉罕 你看撒拉听亚伯拉罕的话 好那现在我们都知道 当时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财富 包括很多的仆悲 从法老给的啦 所以他们带回了好多礼物 带了很多人口回来 很有可能这其中就是有一个这个使女 好那现在十年过去了 撒拉觉得说那这个使女刚好可用啊 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就会把那个过去我们所患的错误 所得到的这个附属品 然后现在缓过来觉得说这应该是神的安排啊 刚刚好啊 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没有怀疑呢 你看他没有去问神 当初下埃及去的时候他也没有问神 好啦做妻子的时候听丈夫的话 现在十年之后 现在做丈夫的听妻子的建议 一样他没有去问神说到底应该怎样好吗 我们现在看到说 有时候丈夫爱妻子 那丈夫就会听妻子的话 这好啊这应该的 或者是妻子听丈夫的话顺服 这也是对啊 这个有人就说 哦你看听妻子的话 这个这个丈夫就得好处 听太太的话就会变得富贵了 这不是谁听谁的问题啊 不是说我很爱你你很爱我 所以你们的话我都要听 是要听神的话 是问神神的指示才是重点 在这两件事情上 不管是做丈夫还是做妻子的 他们都忘记要问神的意思 结果这个时候对亚伯拉罕是个考验 好亚伯拉罕接纳了撒来的建议 就去取了下甲为妾了 所以我们要了解婚姻最重要的 其实就是夫妻两个要共同听神的话 我们都知道亚当夏娃怎么犯罪的嘛 夏娃他被魔鬼骗了 把那个不可以吃的分别上个数量的狗子 拿给亚当 亚当也没有质疑啊 就把他吃了啊 他就说你吃啊他就吃啊 不是吗 啊结果吃了之后结果呢 所以亚当他很顺服妻子啊 妻子要给他做什么 他要做什么 他当时候如果先想一想 问一下神 这个不是神说不可以的吗 但是我们就发现说 到了那个程度已经来不及了啦 除非之前就预防 否则你只要事情发生到当中 绝对是照着这个 这个模式走下去一定是犯罪的 所以我们主内的这些弟兄姐妹 我们夫妻一定要共同在道理上追求 今天如果做丈夫做妻子的 有一方他的信心是不足的 如果这个夫妻又很相爱 通常那个坚强的人会体贴软弱的 所以最后都会一起被拉下去 因为要往下退 要退后比较容易 要往上挣扎不容易 要再拉一个人往上 哇这个很辛苦啊 所以最后有可能 这个夫妻喔 信息都一直退步 我们现在看到 亚伯拉罕他一时不长 我们说他真的是软弱了 这个我们如果今天没有警醒 有时候听到一些话 我们觉得很有道理 比如说 今天我们工作很忙 我们过去其实已经发生过的 不是在我们东岸 在另外一地区 有一段时间 那个教会里面做圣工 清一色同容姐妹 负责人同容姐妹 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姐妹在护担 我们觉得奇怪了 为什么都是姐妹 那弟兄呢 那姐妹他们说 弟兄很忙啊 工作很忙 做事业的 有的是经营事业很忙啊 那个没有 抽不出时间来的 所以那个做妻子的 就体贴丈夫的忙碌说 那这样子 圣工你不要接了 你不要去了 我们去就好了 因为觉得说 他已经赚钱那么辛苦了 在生活那么忙碌 要路那么大 就让这个先生 都不用参与什么 就很简单了 最后这些重要的工作 都是姐妹在护担 看起来好像对 因为是体贴 这个丈夫辛苦啊 但是其实 这是一个很大的副作用 多年之后 回头去看 这些做丈夫的 最后信心有提升吗 没有 有没有被因为说 你就多休息 因为很辛苦 所以他信心成长 然后信仰更坚固 没有 最后 这些做丈夫的 其实 很高的比例 信仰都失落了 就成为社会的葫芦 这就说明说 有些事情 我们一定要注意 要行完神的旨意 要按照神的旨意行 这是很重要 圣经里面的教训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相爱 我们知道夫妻要相爱的 但是他很忙 他没有时间 我们要帮助他做什么 要帮助祷告 要让他胜出信心 要调整生活 让真的以神的事为重 真正的帮助者是 从神的角度看事情的 而不是去替他找一个替代方法 傻来就是跟 亚伯兰说 就是这样子啊 你看 这个下夹扁扁啊 你可以用啊 好了 我们说 你种什么就收什么 好 那现在 我们来看第五 第四节 亚伯兰跟下脚同房 好下脚就怀孕了 你看果然 没错啊 要生孩子了 他见自己有生命 就小看他的祖母 好 现在这个 现在事情发展 没有像傻来想象的 那么理想 好 这里 他说 小看他的祖母 大家可以想想看 这个小看 这个描述的很简单啊 但是 你如果换现在的话来说 这个就是变成 这个夏甲现在歧视 那个傻来 不会生蛋的 因为 这个小看 其实另外意思就是轻视的 他以自己现在拥有的 他去看 看到他那个祖母 不行啊 好 那现在 他之前 很愿意 听祖母的这个心 马上变了 表示 这段 这个 发现怀孕之后 马上他的心情转变 这个是一段时间的酝酿的 这个不是说 一夜之间就是这样子 但是 懒就懒在 这个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就经历这样的一个 你看 那个关系的变化 好 第五节 撒来对亚伯兰说 我因为你受蛆 我将我的死女放在你的怀中 他见自己有的孕就小看我 愿主在你我中间判断 你看现在撒来自咒自受 他现在 就反过来说 愿神来看 在我中间做判断 实在是 我是好苦啊 他现在就把这个 把这个错误 把它放在亚伯兰的身上 这个不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吗 他当时我想说 我如果从他得孩子 我就可以被建立了 我们说 按着血气 按着人力 最后结局就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想要建立什么 但是用我们自己的人力 最后一定是 会发现 事与愿违 完全不同 不同一回事 他现在再回来说 愿主来就给我做判断 神在帮助我了 为什么当初她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不先问一下神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有的人的问题啊 我们常常都制作主张以后 碰到大难题的跟说 主啊帮助我 拜托一下好不好 很痛苦 或者是甚至去责怪别人了 其实我们看起来到最后 亚伯拉罕说什么 第六节 死女不在你手下吗 你可以随意带她 这个夏甲维持她 现在虽然是亚伯拉罕的妾 但是她仍然是撒来的死女 你可以随意带她 这个时候 你看我们人 这个时候 撒来会对夏甲说 又说又劝啊 对她很好嘛 不会 不会嘛 所以撒来苦待她 这个就是她拿她的这个 祖母这个权威出来要修理她 我们就看到说这个人 这个家庭变了 本来这个家庭很和乐的啊 对不对 现在一个错误的决定接下去 就是产生这个恶果 家里开始吵闹了 没有平安啊 她现在 还没有得到孩子以前 就已经先经历这个苦果了 那我们看到我们人 一般来说都是很残酷的 这个时候夏甲是有生育在生的 我们通常都是如果有生育 有怀孕的妇人 这个应该是要特别要保护嘛 要对她好一点 所以我们特别有优惠 说如果怀孕妇人 一定是停在那个最近的地方嘛 要特别照顾的啊 现在傻来不但没有特别照顾 还特别苦待她 过去的那些爱心都不见了 现在心里面想的就是 这个人要把她修理 不可以给她好日子过 为什么 因为夏甲本身 她现在心情有变啊 她就认为她自己有生育 她伟大了 她小看她的祖母 所以轻视别人 最后得到什么 被苦待 其实根本没有好处的 所以我们如果想 反过来想 如果夏甲她懂得尊重她的祖母 这个故事可能就不一样了 但是我们看到 事情这样发展 是因为我们人本来就有罪性 我们人在罪里面出生 很多的作为 其实圣经所写的就是我们的人性 有时候虽然我们知道说 应该怎么做 但是我们都做不出来 很自然的就会这样做 你看今天如果我们被人家轻视 如果你找到一个机会 你会怎么样 你觉得报复的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社会 乱七八糟 那为什么 因为她没有在造神的旨意行 我们接下去看 接下去 这个神的使者 怎么跟夏甲说 你看夏甲 她被苦待之后 她逃走了 她逃哪里去 第七节说 在旷野苏尔路上的水泉旁边 这个神的使者遇到她 那个苏尔的旷野其实是 因为是 佳原地南边要往埃及的路上 所以很有可能这个夏甲 她准备要跑回埃及去的 那这里圣经说是神的使者 其实是神本身 因为 因为第十三节 夏甲称 那对她说话的主 为看顾人的神 所以我们现在在读旧位圣经的时候 要注意 如果看到这个神的使者 大部分的情形 都是神本身 是神以人的形象去跟那个当事人讲话 显现的 好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是神来找这个夏甲 在这个苏尔路上的水泉旁 其实是一个井 这个井 接下来夏甲会给她取个名字 那 现在主 跟夏甲说什么 现在看第八节 撒来的使女夏甲 你从哪里来啊 要往哪里去啊 夏甲说 我从我的祖母 撒来面前逃出来的 她讲得很直接啊 也很实在 她没有说谎话 她是撒来的使女 逃出来的 只是她没有说 她为什么要逃 一定是活不下去啊 觉得很辛苦啊 逃走 逃走就是一条路嘛 其实 逃走只有 只有逃走这条路可以走吗 也没有啊 所以通常我们碰到一个问题 我们都想说一个方法 好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神的使者跟他说什么 第九 你回到你祖母那里 扶在她的手下 现在神碰到她 没有问她的原因 当然神早就知道了 但是神跟夏甲讲了一个很简单的解决方法 你不要逃 你就回去 你回到你的祖母那里 扶在她的手下 所以 要顺服在你的祖母撒来手下就对了 这里 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 这里神没有跟夏甲再去问说 为什么你是做哪里不公平的对待啊 他都没有问这一些 直接因为夏甲自己说 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了 解决很简单 那你逃出来 你就回去扶在你的祖母撒来手下就对了 你为什么要逃呢 你如果你顺服就没事啊 所以今天你看 我们不是常常碰到很多麻烦嘛 不管是在生活里面 在社会上 在我们工作里面都一样嘛 我们如果碰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说 嗯那这样不公平 出来通常都会争取 我们都会争取 甚至我们就会反抗啊 圣经说我们在世上一定会遇到苦难的 会遇到一些我们不如意的事情总是多了 那神的要命的指示是什么 要浮在那个犬柄的以下 所以我们说我愿意顺服 其实很多事情都可以解决 你看这个时候 撒来她是祖母她是不会生她有一个缺陷 现在下假她有身孕 她就觉得她自己很了不起了 她就觉得说我不应该要称呼在你的那个 你这个权柄底下了 我应该要改变一个位置啊 她想要去坐在那个祖母的位置上 好 可是事情不是她想象的这样子啊 对亚伯兰来说 亚伯兰也没有说因为这个下假怀孕 现在把她升格啊 她仍然是撒来的使女 所以今天我们 有时候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都说主啊 你帮助我解决我的问题 我实在是很辛苦 神会告诉我们什么 你浮在那个权柄底下 神不是叫我们说 神不是说把你的困难解决 神也没有去改变 要我改变啥 对不对 神没有说我去教训撒来 把她修理一顿 怎么可以这样子不公平呢 神跟下假说你回去服在他底下 你这样做就对了 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社会上 不管在哪里 我们的环境当中 有些看起来我们不合理的事情 有人不服权威嘛 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但其实如果想一想 这些权柄是神给 那我们现在 你看照圣经说 你就服在他手下就对了 真正掌权在神 神会安排一切 所以接下去 那个神又 又给下假一个应许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甚至不可生数 还没有要生啊 还怀孕而已啊 就已经跟他说 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是因为他这个孩子是跟亚伯拉恩生的 是跟亚伯拉恩有关系的才有的 并说第十一节 你要生一个儿子 取名叫做以斯玛利 你名字都跟他取好了 为什么 因为神听见了你的苦情 所以以斯玛利的意思就是神听见了 他现在回去 扶在撒来的手下 对不对 我们不知道撒来会不会改变他的做法 但是就算他被苦待了 也不会死 他就算怀疑很辛苦 要做工 他也不会流产 他这个孩子不但可以生下来 而且还会养大 而且还会生养后代很多 神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在默默的引导保护他的 所以神先跟他说 你的儿子要取名叫做以斯玛利 我们今天所有的苦情 神都听见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遇到什么困难 不用害怕 如果下甲 他在被苦待的时候 他都已经落到那种地步 神都说我听见了 那我们的身份现在比下甲何等尊贵 神怎么可能会不听见不看顾呢 神听见了 我们的所有的苦 我们的眼泪神都看见的 所以我们的苦情 你看我们有时候在神面前哀哭流泪 足夺纪念 把那个眼泪收集起来 十篇五十几篇 那有一句话说 神他把我们的眼泪都把他装在他的皮带里面 神听见我们的苦情 所以神跟他说你回去 好接下去第十二节 他为人必向远离 他的手要攻打人 人的手要攻打他 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 这个以斯玛利人向远离 想想看这个远离是什么个性 然后特别又说 他要攻打人 人要攻打他 我们现在从这里想 以斯玛利怎么来的 他是按照神的旨意生下来的吗 不是 他是按照血气 按照仁义所生的小孩 结果他的那个个性 像远离一样 他像刺猬啊 打人 人家要打他 这样子永远征战不完的 一辈子都是过这种征战不平安的生活 这就是从人意 从血气 从情意生出来的结果 我们知道亚伯瓦的故事啊 后来等到亚伯瓦一百岁生了以撒 在十四年之后 那个神应许的这个孩子就出现了 但是我们记得 那个以撒的为人是如何吗 我们创世纪这里面的四个人物 亚伯瓦 以撒 雅各跟约瑟 所以故事最短的就是以撒 为什么以撒故事最短 因为他的生活最单纯啊 他最顺服了 他的父亲说什么他要做什么 最后把他绑起来说 把他放在鸡蛋上把他杀了 他都没话说 一句话都不吭 一到饥荒要下埃及神说不要走 我要祝福给你 他就听神的话就留在这里了 所以你看他的他的生活 非常的顺 非常的非常的和谐 真的是被神祝福的 因为他是应许生下来的 应许生下来的孩子 那个个性不一样 你看到这个 从神的旨意所生的 跟仁义所生的 巨大的差别 我们今天做什么事 如果能够顺服神的旨意 那个产生出来的结果 一定不一样的 我们会最后很享受的 像亚伯拉罕他很享受 最后以撒所带给他的 但是这个以撒玛一生下来呢 接下去 他的家里面争吵不断 这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说 什么事情要去寻求神的职 要顺服神 那个结果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 美好的神的祝福让我们享受 所以以色玛丽我们以后会看到 他虽然也很成功 但他人生的方向已经跟以撒 跟这个神所祝福应许的完全不同了 他会发展是因为跟亚伯拉罕有关系 这个时候 你看 夏甲听到神这番话以后 他的反应是什么 第十三节 夏甲就称他对他说话的 主为看顾人的神 因而说 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 在这里我看见那看顾我的吗 这里 他说这个神是看顾人的神 他看见那看顾的意思是说 这个看顾其实就是神的容貌 是神向他显现出来 他现在有跟神这个 好像面对面讲话这个经验 因为在这里神就好像一个人一样 跟他直接对话 然后给他指示说 你回去扶在你的祖母底下就对了 你的孩子你这个将来 这一切我包办了 我给你照顾 他有这个经验 你现在对他来说 他这个体验多深入 第十四节 所以这个井名叫做比尔拉海来 这井正在加蒂斯和巴列中间 这个比尔拉海来的意思就是 看见我的那永活者的井 所以这个永活的神 他看到我 他已经看见我了 他已经看见我了 那在哪里 在那个井旁边呢 所以他就取这个名字 特别纪念说 在这里他曾经看见 他看见了神 但是更重要的是神看见他 所以他所经历的一切神都知道 好 所以对夏甲来说 哇 这一次的跟神的这个相遇太重要了 神再一次的跟他保证说 我听见你的苦情 所以你的孩子要取名叫以斯玛利 他看到了神 他看到了那个看顾人的神 表示说他有体验了 他给这个地方起名叫做这个名字 因为他说 这一个看见我面的是永活者的 永活者的神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对他人生太重要 没有转捩点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 我们有说我们有什么苦难 我们有什么困难 神都知道 他听见他也看见 我们今天有什么困难 要愿意把它呈现在主人面前 我们要愿意 在做什么事情都来求告主 因为神的旨意不会改变的 神祂要下颊 你应该做你的本分 你该做什么就要做什么 不要以为自己能够做什么 今天我们如果能够守住我们的本分 我们是主的仆人 我们是主的仆人 但是我们同时也是主所爱的儿女 但是我们同时也是主所爱的儿女 他是我们的父亲 可是他又是全能的神神 我们对他应该要敬畏 我们对他应该要爱 我们所有一切不足 他都各有各种不足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的 因为很多事情 其实如果能够从信心的角度去判断 我们通常不会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走 神祂要我们走在祂的旨意底下 所以主耶稣教到我们的祷告里面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的心都成为神的国度 我们都能够尊重神 那我们也能够时常跟神亲密 不管什么事情都跟他说 他听见他也看见 他的爱永不改变 一起唱诗 336首